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等价连接词的性质 等价连接词的性质 我们一般转号为核取核吸取的性质 所以我们证明一个例子 就能说明等价的性质 我们证明α等价β 它和α语含β 而且β语含α是可以互推的 这样的话就把α等价β的性质 转化为α远含β 核取上β远含α性质 转化为核取和远含的性质 证明倒是不很困难 证明很容易 左边推右边的话 右边是一个核取的结构 所以我们只要推出两个核取项 推出这两个核取项和这个核取项 这两个核取项的推法是一样的 因为这两个对称性 在这个式的第四个式的里面 你把α换成β β换成α 得到式的就是第五个式的 所以四五式的就是对称性的 所以我们只能明第四个式的 第四个式右边又是一个核取远含结构 所以我们用远含加 这要证明第三个式的 第三个式的看起来比较显然 因为第三个式里面有个α等价β 然后有个α又有个α 要我们证明的β 根据我们等价减 很快就有这个结构 所以我们用等价减 第一个式写这个推出α 这两个式是推出α 这是包含 第二式推出α等价β 也是包含 根据包含的规则 根据包含规则 你一个大γ 推出一个α 推出一个α等价γ α就可以 大γ就可以推出一个β 原来这个以后就第四个式的 用远含加 Tuna Tuna到底可以推出第五个式的 这样的话 四和五 用何取加去推出第六个式 所以左边推出右边是比较容易的 右边推出左边 右边推出左边 也是很容易的 我要证明这个式的 右边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等价的结构 α等价β结构 所以我们只要推出这个 用等价加 等价加的话 按照等价加的话 我们只要证明 左边这是γ 这个何取式呢 单个公式构成的一个公式即γ 我们只要证明γ 变成α 提出β γ变成β 提出α 只要证明这两个式的 用等价加 就可以提出第六个式的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提出第四和五 四和五又是对称的 你把四里面的α 缓成β β缓成α 四就变成5 所以四里面 αβdivided 所以四和五可以类似的证明 所以我们只证明第四个式的 第四个式的证明 其实也很简单 也比较显然 第四个式里面 左边那个何取 我们得到一个 用何取简 导到一个α远含β 我们还有一个α 这两个有α又α远含β 另有远含渐我们就有β 所以证明也是比较显然的 所以证明方式 第一个 从这个α远含β 何取上β远含α 然后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α远含β 推出来 下面我们有远含α远含β 所以 利用第十七也行 利用这个何取简 多写一部式子 利用何取简也行 何取简也行 但这个里面 第一个式子 你的理由不要写何取简 你如果写何取简的话 你前面还应该有个式子 对吧 我们前面没有式子 所以根据 虽然这两个差不多 但严格解析来说 还是应该写一个例十七 或者多加一个式子 写两个何取简 有了这个式子以后 然后我们想用这个α又像β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前提加上 再把α这个前提加上 然后有这两个前提里面 又包含一个α这个命题 然后呢 这两个前提提到α 这样有二和三 你用 对吧 听话 理由写错了 理由应该是隐含简 理由隐含简 这样的话 二和三 你用隐含简 得到第四个式子 同样得到第五个式子 两个一合取 两个一对 喝到一个饭 你用这个等加加 得到第六个式子 所以这两个式子的证明都比较简单 只要书记在规则的话 证明起来都比较容易 但这个式子呢 说明个问题 将来你要证明α等加β 将来证明α等加β 你只要证明α与含β 二线β有α就行了 这个证明这个他 或者 将来你要左边式子里面 左边式子里面 前提里面有一个α等加β 你可以把α等加β 可以换成右边式子 然后来想 但换这个事情 不是一个很严格的事情 不是一个很靠谱的事情 将来怎么换法 我们将来再说 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 直接把前提换成等加的式子 然后直接你可以证明 我们现在还没这个理由 这是我们上次生的一个尾巴 上次生的另外一个小尾巴是 另外一个定理 我们叫定理巴 定理巴呢 证明也不难 但它比较有意思 定理巴有两个式子 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说 你想证明这一组前提 贴出一个接量α 你想证明一组前提 α1到αn 贴出一个接量α 突然这个等加什么呢 α1到αn贴出一个α 等加于一个空前提 贴出右边那个式子 空前提出右边那个式子 右边那个式子没有括号 按照我们的括号审得规则 括号应该是从什么 从右往左加 对吧 然后代表αn远上α 后面加一个括号 然后再加αn-1前面 加一个括号 再加αn远上α 后面再加一个括号 代表括号从右往左加 一直加到α1的前面 这个式子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 含义是说 如果你想证明一个 α1到αn贴出一个α α1到αn贴出一个α 你实际上证明是一个空前提 提出一个式子就行 证明某一个式子 α1远合α1到α 一直远合到αn远合α 证明这一个式子 能够比空前提出就行 那这样的话 我们原来说的γ和α来说 看它有没有具体的推理关系 γ 公式级γ α有没有推理关系 你只要看第一个式子 看一个式子 α1到αn α1到αn 就是互相α1远合α2 远合到αn远合到α 看这个式子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可真式 这样的话 你就把γ跟α 有没有推理关系 这个式子转化为 就这个问题 转化为 转化为 就把γ跟α具有 不具有这样的推理关系 这样的式子 转化为 一个空前提 能够推出α这个式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能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你能回答问题 就对于任何的α 你看到α能不能在空前底下 能够推出来 你就能回答所有这样的问题 对于任何一个γ和α 看它有没有推理关系 对吧 因为这个式子被转化 按照我们的定理 这个式等价于一个空前提 推出α1 又和α2 又和αn 又和α 比较这个式子 所以你再看这个式子 是不是能推出来 如果对所有的α 都能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就能回答 这个能回答就能回答它 所以 回答这样的问题 转化为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看起来 似乎要简单一些 对吧 它牵涉到的公式比较少 空前提 不能推出α 速度看起来比较简单一些 所以这么一个思想 这是第一个画简的方法 就把γ1 α1 α1 αn 替出α 画简为这样一个式子 特别跟这个等价子 类似的 可以转化为另外一个式子 空前提 可以推出来 这样的一个远含式 远含式的前件是α1 何取到αn α1何取到αn 然后后件是一个α 这两个想法是一样的 这不过 转化人的公式不一样 好 这两个的证明都不困难 都不是很 都很容易 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式的证明 第一个式的左边 第一个式左边 我们要证明 我们要证明 α1到αn 提主α 怎么证明 我们大家想用这个 想用这个结论 α1到αn α1到αn 约含这个α 括号从右往左加 这两个线有的括号 然后在αn前面解一下一个括号 然后在α后面解一下一个括号 所以括号是 这个括号后面 年代年代有这么多n括号 然后左边的括号呢 α1前面一个 α1 α1前面一个 α1-1前面一个 又到α1前面一个 又到α1前面一个 这么一个括号的加法 怎么证明这件事情呢 我们写有这样的一个式的 然后你用这个α1到α1是有限多的 所以你用n次不增加进行的率 解除这个式的 解除这个式的 有这么多前提里面 α1是其中的一个 你用包含 我们可以写这个式的 这两个式的 用语含 你用语含减 就把α1去掉了 从α2开始 所以这两个 合到一块就把α1去掉 类似的办法 你可以把α2去掉 就是这个前提里面 包含一个α2 你再写一个 这个前提提出α2 α2和这个式的两个 用语含 语含减就把α2去掉了 到最后的时候 那就剩一个αn语含 这个n在前提里面 也可以提出αn 这两个 再用合去解除到α 所以证明是比较显然的 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 我们要证明 证明 证明1的方向比较显然 1的左边到右边的方向 你知道多次用远寒加 多次用远寒加就可以了 你先把αn拿到后面来 远寒加一次 然后再用远寒加 得到这个 所以左边到右边比较显然 右边到左边也不是很难 第二个式的 左边到右边 我们要证明这个 何取起来到它 利用这个前面证明过的 α1何取到αn 可以提出其中的任何一项 可以提出任何一项 你可以说是例时期 提出α1 也可以提出α1 也可以提出α1 然后呢 α1的α1 也可以提出α1 这是我们已知的这个式 左边提出右边 左边这个式的因 已知这个式已经知道 然后呢 你何取起来 提出所有的这些α1的α1 α1的α1 何取起来可以提出一个α 所以α1的α1何取起来 何取起来提出这个α 这些语言家 得到这个式的 所以右边的左边也比较容易证明 左边到右边我们要证明这个式的 证明这个式的 证明这个式的话 我们首先有这个式的 然后呢 增加清理率得到这个式的 得到这个式的 然后我们载然就想 载然就想 这个式里面α1到αn α1到αn 能不能提出α1何取上这些 能提出何取它 提出何取这个 何取这个也能提出这个α 我们就凝聚按键 就能得到这个式的 所以下面的原文证明 α1到αn 能不能提出α1到αn的何取 这是显然的 我们已经证明过很多次了 用这样的能够 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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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这些 然后呢 用何取去加 这个式的 所以这两个的证明 都不很困难 好 这样的话 证明这样的话 γ能不能提出α 转化为α 能不能在空前提 能不能提出来 所以我们给空前提 提出来的式子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给它一个名称 如果空前提 在n里面提出α 就是空前提 在n里面提出α 有一个证明训练 我们称α是n的一个可证公式 或者是α是n的一个逆电力 它在α里面被那些规则 能够推出来 它有一个证明过程 所以我们叫它一个可证公式 或者叫逆电力 就是说是电力系统 是n这个系统里面的 是n这个对面系统 内部的一个电力 所以我们叫一个逆电力 而逆电力向对应的是 所谓的原电力 原电力关于逆电力性质的电力 或者n的 关于n系统的性质的电力 我们叫原电力 这时候我们把空前提 干脆也去掉 把这个记号 因为它是前提是空前提 逆电力的前提总是空前提 所以我们把空前提也去掉 在波音器混淆的情况下面 也把那个n去掉 波音器混淆指的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有一个系统 没有其他的证明系统 所以证明力量里的话 都是在那个系统里面证明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把n也去掉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在n里面 那个中心问题 干脉电力的阿法 就转化为一个所谓的 力量的证明系统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好下面呢 我们能给出利用这个性质 我们来勾到另外一个证明系统 既然这个干脉电力的阿法 既然干脉电力的阿法 转化为这个阿法单个的 力量里 那我们能不能给出一组 功力和规则 功力和规则 直接来看阿法是不是一个力量里 就不需要那个前提 不需要前提 这是我们下一节做的事情 下一节我们就想 我们嘴巴 谢谢 那个 这 呢 οι